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美国的股市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都看到一些端倪了 那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上上课 那除了听广播之外大家可以看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中网流行网脸书官网 中网流行网YouTube官网 中网流行网理财生活通官网 好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中朱老师 朱老师好 韵文姐及全国听众及线上的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请朱老师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这股市还是在涨了 当然还在金金涨了 但是他有时候跌的时候也是吓死人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是真的投资人欲求不满吗 还是美国人太过分 这有废荣的名字 灰达财报没惊喜 股价照乌云 这头版新闻 对对对 所以两价科技股 我们先从灰达开始谈起 难道是我们分析师太过分了吗 还是我们投资人太过分了吗 其实刚刚 韵文姐已经讲了欲求不满 其实这就是关键所在 因为我今天有帮大家整理这个资料 就是辉达第二季财报 跟他第三季财测的数据 所以大家因为没有办法全部都摘要 我们就抓几个大家最常看的重点 譬如说你看到营收 营收原本市场估287亿 300亿是高标 就它300亿有达到 有啊 所以你看竞争年争这个数字都很漂亮 那美股营与就EPS的部分 你看市场估64美分 他实际上 抱歉我后面应该是64不是0.64 对64美分 那实际上出来是67 也是超出市场预期 那再来 唯一比较差的就是这个毛利率 市场估75.8 那他实际上出来只有75.1 那上一季呢是到78.4 所以呢他既是减的 但是年是真的 那当然在黄仁勋在他的财报的 这个发布会里面其实有讲到 其实就是因为他现在要推这个 Breakway的这个新的架构 那他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但是又暂时还没有出货 所以呢他的毛利掉下来 他有解释其实是这个部分 那尤其大家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他的Breakway的架构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 那当然黄仁勋呢 其实你看他如果你有去看他的这个发表会 这个财报发表会 你敢欧漏姐 我一个年少年 立刻赶 哎呦 他感谢他感谢 对我们就很喜欢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表格刚刚有点小状况 你看我们的冠鱼忙把他改过来 是好 那所以呢 你看到黄仁勋在这个发表会里面 是绝口没有特别提这件事情 但是从他的言这个言语当中 其实就知道 就是就是delay了嘛 因为他是说说第四季嘛 因为问题是原本市场预估 可能就第三季会上 那你讲第四季到底第四季有什么时候也没讲 10月也是第四季 12月也是第四季嘛 那不管怎样你就是delay了嘛 好那所以呢 这又透露了另外一个讯息就是你第三季也不会好 哦对啦 对啦 大家知道这次发表是第二季的嘛 那你第三季显然也不可能会好 因为你第四季才会出来嘛 对你第四季才会出来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哎坦白讲啦 你如果女儿一次没较好 你也不会把它扒下去啊 我觉得投资人为什么这么的这个狠心啊 因为你如果从他去年以来每一次的财报 你就发现他每次都给大家惊喜嘛 也就是说我市场对你已经很高标了 结果他可以考得更好 那当然股价就一路狂飙嘛 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他都这样子 那当然投资人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了 觉得你每次就是要给我惊喜 好所以呢 当你没有惊喜的话就会变成惊吓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嘛 好那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这个资料中心 也就是他现在是帮这些像微软啊像Google啊等等 这些大厂里面去做这资料中心的部分 是他最大的营收来源 如果这整体来算大概占他的大概百分之八十几的 这个营收来源 所以这个部分的成长也是很重要 但是你看也是高标嘛 好那所以怎么看你财报的部分就我们刚才说的 毛利率会低下来 这其实大家市场就预估的 只是真的是比预估的还要再低一点 再看到财测的部分也就是你第二季是这样子 那第三季预估会怎么样呢 好所以你看哦 他的营收其实也是比市场来的高嘛 市场预估三百一十七点七亿 然后呢他自己说是三百二十五亿 对那毛利率大概就是打平 差不多而已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持续跟朱叶中朱老师来探讨一下 这个辉答第三季的财报预测 其实说实在的市场预测跟他的数值 其实蛮相近的 好那财报没有没有惊喜 他股价就跌 这投资也太狠心了吧 啊没有办法 这就是你遇到虎爸虎妈 小孩子考九十九分照样抓起来打 就大概就是这种概念 好所以呢这真的是非战之罪了 好可是如果就实际的财报来说 他还是有一点惊喜嘛 你看都比市场预期来的高就是惊喜 对啊只是就是这个惊喜度还不够 好但是再怎么也不可能 因此就造成大跌 你看他昨天跌了六%多 嗯嗯他前天已经先跌了两%多 嗯两天就跌了大概九% 没有道理啊你这个财报 这种成绩单你跌九%太离谱了嘛 好所以我们说这边的帮大家整理 为什么会大跌 第一个当然没有惊喜 可是我觉得这都歧视 第二真正重要的 我觉得是被美XV拖累的 嗯好大家要搞清楚 XV跟美XV是两间完全不一样属性的公司 嗯好 XV是苏之锋做晶片的 做做那个板卡的好 但是美XV是最主要是做伺服器的 嗯好那所以呢这个 这个挥达的伺服器最大的出货者是美XV 嗯那讲难听点就是美XV吃不下来才有台商可以吃 嗯好因为美XV的老板梁建厚跟这个黄仁勋两个是非常麻吉的 嗯好两个几乎是同时间创业 两个一起在美国打拼 好一直到到现在他们尤其是当初挥达还在创业的时候呢 这个梁建厚就是我全力支持你 嗯因为他到处要找人帮他代工没有人愿意理他 嗯那就是梁建厚挺他嘛 所以两个人关系是这样子建立的 嗯好那现在呢美XV出事了 哎他为什么被这个放空机构啊 这个这个新登堡啊 对这个新登堡研究这家公司是非常知名的放空机构 只要被他点名的真的哇十之八九都跑不掉 哦因为你想我就是跟你说我就是放空机构 我就是放空你 嗯然后我发布消息发布你的利空消息 嗯 你想如果他的消息不准或是你造谣 你会不会被告死告到会啊会啊 绝对会的嘛 所以他敢讲基本上都是有根据的 嗯好我们就不先讲他对于美超委的事情 以去年来说一个也是很轰动也是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把印度首富给拉下来 嗯而且搞到他差点破产就阿达尼 嗯阿达尼原本是印度首富也是就被他踢爆说 你这个公司根本财报就是灌水造假的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厉害好所以他就这样子 他的整整个这个股票啊股价整个就是狂跌 好那这一次呢新登堡又是一样的情况 好但是讲的比较婉转呢就是说你会计操作 好然后操纵好那这种从媒体贴下来的数字的说法 未批斗关联方交易的证据违反出口禁令及客户流失 大概就是这四件事情 好那什么叫做会计操纵 我们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说其实就是财报灌水 好那可是问题更严重的是他这不是第一次的 他连这一次大概是第三次的 他最早2018年就已经有一样的事情 可是那不是没交财报吗 对没交财报我们在投资市场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你是出什么事情你才不交 不管你基于什么理由只要你没有交财报 表示你公司绝对有大问题 好所以你先不管说这个新登堡到底说的真假 光你看到梁建后的这个美超伟就没有交财报了 已经他已经说我交不出来了 你就知道绝对有问题 那至于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大概我们刚刚出点的这些事 而且到目前为止美超伟没有否认 完全没有否认就是都闭嘴都不敢讲 因为那不就是间接就是默认了吗 好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财报灌水 好第二个呢 这个什么未未披露关联方交易的证据 因为梁建后的兄弟姐妹都在做同一行 据说啦好必说是据说就是反正大家就是 我假装给你订单你假装给我订单 大家把各自的公司都让他看起来财报很漂亮 好其实他指的是这件关联方嘛 其实就是指他的兄弟姐妹 好所以这个部分 好那第三个违反出口禁令 就是他卖了美国的管制品到俄罗斯去 大家也知道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美国有限制很多东西 尤其是那种高科技产品 不准卖到俄罗斯去 可是这个没差别被抓到好几次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应 他被抓到好几次 是的被抓到好几次 新闻都没看到 有其实都有啦 这个其实只是可能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 好那再来就是为什么客户会流失 据说他把有瑕疵的商品明知有瑕疵还出货给客户 嗯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那当然其他还有他的很多负面消息 我们那个因为都未经政史我们就就不在这边特别提啊好 所以总之他其实真的就是 甲南厅真的就是前科累累好 所以2018年就一次没有交财报 那时候就是被停牌哦 对对对 一停停到2020年就才重新又挂牌 当年度又出了一样的问题 又是美化财报 其实就是一样事情灌水 嗯那除此之外呢 当初呢 他就觉得他把责任都推给他们的财务部门的人嘛 然后这个人呢 在2018年因为这些事情被犯有掉 就重新上市之后他又把这些人就拼回来了 嗯那你不是让人家觉得你有问题吗 嗯你为什么就要找这几个有 你自己都觉得有问题了 又把他找回来 这真的是说不过去 哎那你说两件事情两家大公司好了 一个挥达一个美超微 那哪个事情严重 但是美超微事情严重 可是问题我们刚刚我刚有说了 因为挥达最大的伺服器代工厂是美超微 哦那如果你今天美超微是灌水 大家会不会联想 那你挥达是不是财报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嗯这当然会有这种联想在里面 哦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好像以昨天来说 昨天美超微其实已经止跌了 前天消息刚出来说 他是应该说大前天消息出来说 他先跌了大概六七趴 前天又跌了十九趴 嗯那昨天他是有小涨了一点二趴 因为有一些投资机构有出来说了 哎呀他虽然做错了很多事情 可是跌这样子也跌太over了 就算他财报有灌水 就把灌水的部分去除掉 其实还是很漂亮嘛 嗯那你跌成这个样子太离谱了 尤其是他其实从这一波的高档 已经跌超过五成了 嗯他的股价跌五成以上了 非常非常严重嘛 所以呢就有一些投资机构出来说 就算再有什么大问题 他也跌够多了 嗯好所以呢昨天就有稍微止跌 回回涨了一点点 好但是这基本上你说 他的问题这一次到底有多大 嗯不知道 尤其是他又停交财报 那很有可能照过去的官吏 你可能又要再被停牌 而且你是累犯会不会严重 更严重到就是你再也不能上市了 哎那市场最大这两家的股价 会有抄底的动作吗 呃我觉得这个挥达还有可能去抄底 每超为谁敢抄 你会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吗 嗯对不对你的问题 我刚刚说的最坏情况就是你不能再上市 他也长很多啊 对对啊可是至少挥达 挥达的这个面向比较多嘛 他不是只靠每超为嘛 嗯对不对那所以他会 现阶段被每超为拖累 但是实际上他的体质各方面都 还是强健啊 那虽然说现在有传言很多很多的公司 要去挑战他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嘴巴在挑战 好实际的动作当然有 但是距离要能够挑战挥达的地位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都不可能啊 至少一到两年像譬如说大家讲AMD嘛 超为嗯 苏之邦也是放话放了很多次啊 可是问题是摆在眼前市场上 目前GPU市占率还是挥达的天下九成以上啊 嗯其他剩下的一点点就是AMD 因为AMD赢在什么便宜嘛 哦对啦 那其他基本上就都没有办法了 好我们待会还有更多的讯息 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啦 这个美股的大老板都在卖股票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涵 还有接下来注意哪些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两点继续回来谈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两点第一分 请来更加分啊 好这里是I like radio 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就是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忠朱老师了 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 每次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鸭是谁就大股东啦 那如果说美国啊 这些啊这个高科技的大老板都卖股票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风向 那我们是不是太后知后觉啦 我发现你看那个 辉达的那个黄仁勋啊 就一直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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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都觉得这个卖股票 看他到底第一个卖了多少 然后呢 他那么多大家都说比例不高 对对对 那再就是再就是说 你你卖的理由是什么 好所以呢 比如说我像我们整理的这个资料 好就是那我们因为 其实这个美股七雄通通都有 我没有办法全部抓 我只抓了这几家公司啊 好像会像黄仁勋的部分 他他近期一直在卖一直在卖 其实他不是近期在卖哦 他因为他们在美国呢 他你这些大股东大老板 你要卖股票要事先跟美国证管会申请 而且申请之后有一个期限 你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去执行 对好所以像以黄仁勋来说 他的期限是到明年三月 所以也就是说他更早之前就申请了 其实大概他要做这件事情 大概至少三到六个月前 他就要去申请要做这件事情了 好那尤其是他们有很多 就是像美国科技的 他们都有所谓的股票选择权 你不执行你这会没有没有价值啊 他一定得执行嘛 所以你像黄仁勋也好 像苏之锋也好 他们这些大股东 很多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那他是不是觉得股价很高了 我卖一点吧 当然了这还是要卖啊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不只是股价高的问题 还有因为他拿到很多股票选择权 他必须要去执行 他不执行都不行嘛 所以说你有这些 这些因为对他来说就是福利嘛 譬如说像最近媒体也在提到 这个挥达的员工 对这个黄仁勋真的是又爱又恨 为什么因为他很敢给 可是呢你要他给的你 你要吃得到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不是说工作很辛苦 他们说是叫什么黄金手铐 对对对 就把你铐住 因为我就给你黄金 你要不要 要我留下来 对其实不是只有黄仁勋 其实科技的大价都这样子 媒体不需要特别针对黄仁勋 台湾很多公司也都是这样子 跟你说我给你股票 可是告诉你 你要几年后才能卖 所有科技的都是这样在玩 不是黄仁勋 对啦愿意啊 对媒体这样写 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偏颇了啦 因为所有科技公司 都是玩一样的做法嘛 好所以这时候你说怎么办 我拿到了结果都不卖吗 我摆在那边干什么 我总是譬如说我要自产 我要买房子 我要把股票卖掉 要我拿到钱买房子 诸如此类的嘛 所以你说黄仁勋 他这样子卖好 到目前为止 我查到资料 大概卖了300多万股 好那你以他现在的市价 大概100多块钱来算 好那这样算起来 算起来是多少钱 其实大概就是 我意思算 大概3亿多美金左右 美金 他有一千多亿 他有一千多亿美金的身价 卖个3亿美金 财队来说真的是九牛一毛而已嘛 所以我们听起来 大概数字觉得很可怕嘛 可是你对比他的身价来说 其实真的就是他的九牛一毛而已嘛 好所以 舒之锋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 舒之锋卖的更少 卖55万股而已啊 好虽然他也卖了好几次 所以不是只有他卖好 像如果大家同步有在看直播的话 你看到我整理的 他卖他公司里面的大股东 董事啊 部门总裁啊 反正我列了一大堆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念 其实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嘛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公司从上到下 大概几乎每个员工 都有拿到不同比例的 这些股票嘛 那有些 台湾是不流行拿股票选择权啊 台湾大概都是拿股票 可是美国很流行都是拿股票选择权 那为什么要拿股票选择权呢 当然 更更直接的就是 他因为大家知道选择权有杠杆 他其实可以让你的获利更好 对 所以说他有这样子的诱因 所以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我发选择权 发股票选择权会比发股票成本更低 但是我诱因更大 但是股票选择权就我们刚刚说 他有一个执行时间的问题 好所以这些公司的员工 不管你是从上到下都一样 反正我时间到我就是要去执行 好所以说有类似这样子问题在里面 所以说你看到这样子数字 你觉得很可怕 可是怎么说呢 因为真的对比他们的资产来说 真的真的都是九牛一 所以你也不会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或转空的一个迹象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国内 因为很多的媒体记者 不知道这些事情 就写的就都很负面嘛 那比如说你看到 你看到这个Meta的老板 左伯格 左伯格他卖了很多 可是他是为了他的基金会 他要一笔钱 他要目标要筹10亿美金 所以他就不惯的卖股票 但是他的钱是要进入他的基金会 那你说他这样子卖股票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东西 会不好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看这样子 看我整理这样子 要看起来说 哎呀糟糕了 大家都在卖耶 可是你想这些公司 从他们开始卖股之后 股价因此有大跌吗 是还没有 可是也没有 可是我要是大股东 我一定要卖在股价高的时候 我一定知道公司的营运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 你这些大股东 公司高层 你不是说现在看到股价高 你就去卖 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你这样是违法的 你要事先申请 证款会合可之后 你才可以执行 所以他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差 你现在看股价高点 你去申请要卖 可是真的你可以执行的时候 可能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可是三个月后还是高价 所以你是算他们很lucky了 因为他们要申请之后 他们卖的时候 当然他也是看到 已经涨了一个波段了 他觉得值得卖了 只是他后续不知道 接下来会是再更高 因为我们只是 事后来看 因为你就觉得 他正好卖在高点 好像觉得他 是不是一直看到高点 所以去卖 不是这样子的问题 是你完全不了解 这样子的 人家的这种法规的问题 才会有这个误解 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他今天申请 如果今天是股价下跌 你还会觉得他有什么动机吗 对不对 因为申请之后 他就得去执行 你不执行的话 你以后你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这些大老板 因为他甚至有个实现 你在这个期限之前 你必须把它执行完毕 所以你看到这些大老板 每个都必须要不断的卖 不断的卖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可能就是分几次卖 我不要一次执行 反正我在这个dayland以前 我把它全部执行完 就没事了 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看 就是说未来市场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像最近台股 大家也都在等说 那个苹果要 那个这个发表新机 那我们先帮 七大变数 对啊 真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 大家很关心科技业的变化之外 其实就不要说远 从现在开始到九月真的市场一大堆事情 如果大家有同步在看这个脸书的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我整理的这七大变数 第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正在进行事 对就是这个以哈战争 可是以哈战争会不会演变成以一战争 因为从以色列跟哈马斯 这个已经打了好久了 从去年打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 那现在最新的就是当然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参进来了 可是这个都其实是小事情 现在最担心的是伊朗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今年四月不是有一天台股盘中曾经大跌一千点 当时大家都吓死了 虽然8月5号那天又破季度了 对又破 好 可是当时四月份那一次 为什么盘中会跌一千点 大家还有印象原因吗 大家只记得那件事情吗 当时就是因为以色列打了伊朗 伊朗反击发射飞弹 所以呢 因为那天就发生在盘中 好台湾时间早上 所以那天台股盘中就开始狂跌 其实就为了这件事情吗 那所以到现在又一样的事情又再来一次 那大家就想说那会不会再打一次伊朗 不过去伊朗会不会再打一次以色列 那目前大家都觉得有可能 可是到目前一直没有动手 因为从一开始说8月15号 甚至从8月初的时候 你看到拜登就先说 哎呀我得到情资 20小时你会打结果没打 后来这个川普还出来笑拜登说 哎呀你的情资不准 我的财准 说我说8月4号会打结果也没打 后来呢布林肯又出来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说 哎呀48小时之内会打 你看都几个48小时过去了 哎问题是我跟你讲 以色列伊朗背后都有人 对都有大人 然后这个大人也要看看脸色 你才能够做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麻烦了我们待会再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南台科技大学 财经系的教授朱月中朱老师 来谈一谈 未来整个市场的一个变数 那我们刚有看到 就是那个以色列跟伊朗 到底打不打 当然看背后老板到底是谁 可他的影响 我觉得在这边也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我们先来看变数一啊 这个以伊战争打不打 然后对这个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了 好来对于那个油价金价 这真的是不得了 你看金价长成这样了 好所以呢我们要去注意到 因为即便伊朗还没有打 可是你可以看到 油价现在大概都维持在一个高点 大概以纽约油价来说 大概在7075块多到80块之间 那金价更不用说 金价最近的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你像在台湾美台前已经破1万块台币了 好那以国际金价来说 都在2500多块美金1盎司的部分 好那运价的部分 虽然没有在创一两年前的高点 可是呢这个运价跟之前的低点比起来 也大概都涨两倍到三倍了 好像尤其运到欧洲航线的部分 其实都涨很多 好那当然目前你看到 那骨灰式的影响还不大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伊朗到底会不会参加还不知道 好所以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 如果打的话还是美元强吗 一定的啊 因为大家就会基于美元避险 就跑到去买美元嘛 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元很弱 大概就是美元指数在100块的保卫站 好那如果真的开打 那当然美元就会弹升上去了 好所以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那变数第二个就是苹果 对尤其是最近你如果看到台股 就大家要讲说全村的希望到底是谁呢 原本大家都觉得是挥打 但是现在这两天呢 你看到很多的分析师都跟你说 现在村长换人了 换成谁换成苹果 苹果才是全村的希望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 挥打当然短时间之内会比较有状况 所以短时间挥打股价比较不会涨 但是9月美国时间9月9号 台湾时间9月10号 苹果的新机即将发表 好那20号是正式上市 尤其是这一次 哇真的是铺天盖地就跟你说 哎呀多少人会换新手机啊 什么时候讲的都非常好 所以相关的类骨 非常好 类骨也都涨上去的 可是真的会这么好吗 这是一个大问号 譬如说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它会非常好 因为就跟你说有AI功能 可是目前听到的消息都跟你说 AI功能要上市要上线 基本上要到10月份 也就是它9月发表20号发行 这时候你拿到手机 你硬体有这个功能 可是你没有软体可以用 它还没上线 10月份才能上线 好而且就算上线 据说可能只有北美地区可以用 所以我们在台湾用繁体中文 可能你还是不能用 当然我必须说这都是传言 那到时候真的就是要实际的发表的时候 才会知道嘛 好来再来就是跟你说 以前那个它的新手机呢 以前真的苹果都会搞一个把戏 就是它只有高阶手机会用新晶片 低阶手机一定都还是用用旧的晶片 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 全系列都要用最新的A18晶片 可是它事实上A18晶片 其实还是有分两个版本 高阶的是用A18 Pro 那低阶的比如说就单纯的 iPhone 16 iPhone 16 Plus等等 或者iPhone SE系列等等 这些比较低阶的大概都是用A18 然后就Pro Max这种的才会用18 Pro 好那当然不管你用什么 反正你只要用线色晶片 那最直接的收回者当然是台机电 好那再来还有跟以前最大不一样 当然我们必须说这都是只是传言 因为没有正式发行 谁不知道到底真假 好那而且以前呢 苹果很多人就只想要用苹果 但是它会买低阶的 但是它说这一次会很特别的是 反而用高阶手机的部分会占到三分之二 那这对谁有受惠 红海 当然全部都是台积电代工晶片的部分不做说 红海为什么它会最大受惠者 因为现在有组装iPhone 手机的不是只有红海吗 你看的是台湾是不是还有河索 然后中国是不是还有力讯 现在甚至印度的 印度都有了 对印度的那个厂都进来了 所以但是呢 最先进的这个机种 最高阶的机种不是先进 最高阶机种还是红海代工 其他大概都是以中低阶为主 所以如果如传言的都会用高阶手机的话 那红海就是最大的受惠者 好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 也是以前一直在挤压高的 就是苹果手机呢 它的那个潜望镜头 一直都说要用 结果你看到iPhone 15的时候呢 也只有高阶有用潜望镜头 其他的中低阶的都没有 那但是这次传言 都是传言 因为必须强调都是传言 这一次会有更多的手机会有潜望镜头 这个就差别很多 因为用iPhone手机就知道 很多的用安卓手机人家都可以拍天文星象 拍月亮 可是iPhone手机基本上是不能拍月亮的 其实最大关键就是这个潜望镜头 对那你看到其他很多手机人家都会有50倍 甚至100倍的望远镜头 苹果都不行 因为它没有潜望镜头 因为你要做潜望镜头 它有技术的 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解释这方面 好所以大力观为什么以前股价那么闷 也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因为早就都说要用 事实上结果都没有用 那这一次你看到大力观最近股价算是相对强的 你看它又重回到3000块以上 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潜望镜头 这一次会比较大比例的使用 那大力观当然就是最大的获利者 因为现在虽然有很多像郁金光等等都在做 都是这个苹果的这个镜头的代工者 但是呢大力观是做最高阶的 那所以呢如果真的是大家都用潜望镜头的 比较多用潜望镜头的话那大力观当然就是相对的好处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最近这些类股其实都已经在反应了 好那问题是如果出来没有那么好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历来这几年连续至少三四年 iPhone都是这样子雷声大于点小 那这次是来真的还是又跟以前一样 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见真章 好哎大家比较知道的变数 反而是大家都紧盯的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所以到底降一码降两码真的差的有很多吗 对于市场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吗 好这时候呢基本上应该确定 几乎确定就是会降行的 那关键到底就是降多少 好我们待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你看大家都 好我们持续跟朱月中朱老师来谈一谈 9月18号这个联准会的利率会议啊 那大家现在看到Faywatch 大概就是一定确定会降息啊 对 那只一码跟两码 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拉锯 是目前呢 如果从Faywatch的预测来看的话 不降息的几率已经是零了 好 可是如果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如果真的不降息 那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失望性满压 好那当然虽然这个几率真的是很低很低啦 好那可是就算有失望性满压 那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短线的问题而已 那你回归到一个问题吗 那为什么不降息了 其实美国就目前来说 他其实经济没有不好 那所以联准会的说法都是预防性降息 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失望性满压 但是只是一个短空 那但是接下来我觉得还其实还是OK的 好如果是如果是一码的话 那就是符合市场预期 好那可是注意哦 那代表什么利多出境 你对降息的利多其实都已经早就反应完了 比如说你看到大家都在说要买债券嘛 可是你看美国利率还是维持到5.5都还没有降 可是债券值利率以10年期来说已经降到3.6 3.7 表示什么 你其实已经把未来大概要降 2%左右的利率的那个空间都已经降完了 那所以如果真的降了 你觉得他还会有什么利多吗 好那除非未来持续降 那另当别论 好那美元指数不也一样吗 都还没有降 你看美元指数已经从高点114降到这几天都在100上下 不就已经都在提前反应降息的问题吗 那股市的部分是不是8月5号跌的 到现在你看到美股是不是道求已经又创新高了吗 你是不是也都已经涨回来了吗 所以你说如果到时候如预期降一满 怎么还会有利多不会吗 所以利多出境不是坏事 因为接下来就回归基本面 好所以这是大家像是我们做投资的人 我们不怕利多不怕会利空 最怕什么不确定 对那你确定了 那接下来就是回归基本面 就是好的就做多 坏的就做空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这是其实是好事情 但是就怕如果降两码呢 那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觉得经济有问题 所以你才需要降这么多 所以如果你降太多了一点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这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降多是好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都告诉你 美国降息的时候其实美股是跌多涨少 听清楚降息的时候是跌多涨少 不是上涨 这是要注意到 就是这一两年大家都会认为说降息是个大利多 对 但是你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你去看 包含教科书真的都乱写 我不客气的讲 其实因为教科书都跟你说降息有利于股市 那根本就是鬼扯 但因为写教科书的老师很多都不懂实物 都只懂理论而已 因为你从实际数据来看 包含台湾在内 其实降息的时候股市几乎都是跌的 所以美国也很怕这一点 所以你要怎么避免这种事情 你就是只能慢慢降 我就打比方就像你要下楼梯 你一步一步慢慢下来就不会有事 过去为什么降息股市都会跌 因为第一个太慢降了 你看到08年的时候 或是2020年甚至更早了2000年的时候 都一样嘛 事情火烧屁股你才降息来不及的嘛 所以连准会学聪明的 他一直都跟你说 我现在经济看起来还是很好 但是我担心未来 所以我是预防性降息 第二个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是一码一码慢慢降 那就可以避免掉一些问题 可是连准会实际上会怎么做 那就只能到时候看着办了 好 那另外大家都会知道 连准会降息的时间 不知道日本央行的时间 对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我反而觉得连准会的事情 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情了 因为几乎就是很多 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板上钉钉 就是告诉你就是确定的事情了嘛 可是很多人都只知道 9月18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 都不知道9月20日本利率会议 大家不要忘了 8月5号的股市暴跌 跌1800一点 正央是日本 不是美国 所以你要注意到的是 正央有什么变化嘛 好 所以呢你看哦 回到8月5号 为什么那天股市会大崩盘 最主要就是原本大家预期 日本日央不会升息的 结果他居然升息了 结果市场上 当然大家说的话 就是所谓的 套汇交易的就赶快回补 那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原因是因为回到日本政府突然降息 大家以为说你4月份降那一次 你6月份这次应该 8月份这次不会再降 抱歉 6月降一次 你8月这次应该不会再降 没想到他还是降了 好所以现在回到9月20号这一次 你要不要再降 注意哦 日央是一直说 不是降 说抱歉是升息 好我们刚刚都讲错 都是升息 好那日央 一直都说我还会升 还会升还会升 所以呢 9月20他还会被升 这是一个大问题 好 但是我大部分人都觉得 你虽然嘴巴这么说 但是大家觉得你不会升 对 好 为什么呢 不是经济的问题 美国都在降息了 你说日本他为什么要升呢 对 这其实对日本来说 其实有好有坏啦 好 因为你要升息的话呢 你说说进跟美元的利差 其实是有好处的嘛 要不然你想你日元利率的利率那么低 美元那么高 那谁要投资你 对不对 我钱为什么要摆日元 对日本不是好事嘛 好 那再加上我如果都不升息 我通膨这么严重 好 那也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呢 对日央来说他觉得我的经济是OK的 因为他的第二季经济成长率3.1% 比美国还高哦 美国第二季成长率是2.8% 所以日本确实有条件升息嘛 好 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你不会升息 好 原因是因为你的自民党总裁要改选 自民党总裁改选等于日本要换首相 因为只要是议会制度的国家都一样好 譬如说像德国像英国都一样 你只要是执政党 那你执政党的总裁 这就是国家的元首 那换首相有很严重吗 政策有没有延续啊 这是关键嘛 那央行没换啊 可是央行要听老板的话 你换老板了 在换老板之前 你不会再等一下你的老板来了以后 有什么新的指令吗 先不要动 先不要动嘛 这是人之常情嘛 所以你说日本央行有那么白目吗 对不对 我未来的老板会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嘛 好 所以呢 我们先把日本的这事情先讲清楚 不是只有9月20号这一天他不会升 他下一次的利率会议是10月31号 好 10月31号大家觉得也是不会升 为什么 因为11月5号美国要选举了 你说全世界要等美国下一个总统是谁 对 所以不是只有日本 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会等美国总统是谁 在决定我国家接下来的政策 因为大家也知道川普跟贺锦丽 两个人的政策其实是两个极端 那到底谁会当选 大家也不敢去赌吗 对不对 谁敢赌啊 你一定赌哪个人当选 万一你赌错了 你这个国家就要倒大美了 不是吗 真的 不过说台湾现在有两种人 第一个是他换很多的日币 是 对不对 因为日币就这样一直跌跌跌 大家都换了很多的 对 第二个是今年我觉得有一些人 开始参与一些日本 股市也好 ETF的投资 是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变数 我们待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还有很多的变数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香啊 好我们持续跟朱月中朱老师来谈一谈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日本会影响到全世界吗 会 真的 真的会 我们刚讲过那个利差的一个交易 然后整个市场资金的一个这个轮动了 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说10月31号都还不会升息啊 对 因为11月5号美国要选举嘛 你到时候谁当总统不知道嘛 那你这些国家的政策你谁要提早动啊 你提早动了以后万一你猜错了 做错了 那你问题就更大嘛 所以在此之前不是只有日本 我相信全世界都一样大家都会屏息一待美国的选举结果 再看不管我是政治或是经济的政策 大家都会等美国总统 毕竟美国是最大国对世界影响很大 所以大家都会等 所以也就是说日本要再能够升息的话 就是他今年的最后一次利率会议12月19号的时候 才有可能再升息了 好不过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必须说这是我的预估啦 我不敢保证我一定是对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代表说在此之前日本不会有这些非经济因素在干扰 政策的干扰 所以呢 反而是回归基本面 那基本面我们刚刚说 日本当下基本面很好啊 你看到日股其实虽然从高点有下来一些 但是大致上还是在往上 那日元其实未来终究还是要走强啊 虽然暂时他不敢动 但是当他经济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 他未来一定要升息嘛 所以呢我觉得日本基本上都还有机会 更重要的是日股的本益比非常的低 你看我们如果以东正指数来看 我们不要看日经 因为日经就是225党最大的股票 东正指数是代表全日本的情况 就东京证券交易所指数 就跟我们台湾的大盘指数比较像 他的本益比大概目前也才14倍到15倍 他涨的其实蛮多的 他这几年一直在涨 可是台股的本益比多少 20几倍了 对我们大概还有23倍 即便我们这一波已经有下来一些都还有23倍 所以算起来我们台湾股市是贵的 日本股市相对是便宜的 所以呢你现在去投资日本 你有机会股会两头赚 当然不是跟你说立即啦 但是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你有机会股会两头赚 所以我会觉得日本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日本还是比较大变数就是 接下来的政局到底会怎么演变 他们政局谁当首相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吗 当然会啊 因为每个首相的对市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不管他政治方面 我们就经济面来说 其实日本你看到这一次 我们先谈到自民党首相改选 目前表态要参选的高达至少11个 那当然最后会有实际上几个出来选 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登记 好那因为我们先了解到 日本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 好我们先请这个非常重要 帮我们先上这个 自民党总裁选举概要这个部分了 好因为日本呢 他是在9月27号这一天要投票 那12号才会正式公布 好这一次呢就这两个时间点 相距15天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 以上一次来说好因为他们一任是三年最多可以做三任 原本是只能做两任 那在之前安倍在任的时候呢 把这个规则给延长了 可以多做一任到三任 好所以以上一件 没人爱做啊 所以最好延长一下 不是是是安倍喜欢做 所以他才故意把时间延长 好不是没人要做 是他太爱做了 好所以呢 这个这个时间点大家就去注意到了 好就是9月12号以前到底有谁会出来选 好要注意到你要出来选 必须是自民党的现任的国会议员推荐 好那自民党现任的国会议员一共有367位 好所以有投票权的就是这些国会议员 在外加有党员的部分也有367票 也就是说各一半 好所以一共有734票 但是你要成为候选员 你必须要先得到20个国会议员的推荐 所以现在这些表态要参选的 大家都在拉 看谁能够谁要来支持我 让我有资格参选 好所以呢 当然已经表态的人 现在日本很多媒体都在做民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边我从这个日经新闻所抓下来的 这个你看到目前市场上呼声最高的 这些支持者里面呢 好大概就是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这个小泉进次郎 另外一个就是石破帽 石破帽之前几个礼拜前有来台湾了 好不过呢 这要去看到这个民调里面呢 又是对全体的民众去做的民调 好可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自民党选举 不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吗 所以比较准的还是要看自民党的支持群众 好所以你看到一面倒的都是小泉 好换句话说就是小泉是目前看起来是最有希望当选的人 好可是问题来咯 小泉好我就把这个三个目前最有希望当选的三个人都把他抓出来 哎呦有照片啦就比较有亲近感了 小泉长得蛮帅的 哎呀我这张照片看到每个人第一个都跟我这样子讲 真的吗 对有没有像Akira 有没有Akira的影子 好像有哎 对所以他真的是真的是小帅哥硬梅 对对对 而且他年纪也很年轻他只有43岁 哦年轻 石破帽67岁 高市早苗63岁 好而且呢你再看到小泉晋次长 他高市早苗是女性哎 是啊是啊 他的名调不高啊 对落差很大 他虽然是排第三但是差前面两个差很多 哦 好那小泉晋次长又在家他是正二代 他老爸是小泉纯一郎是前首相 哦 所以有很庞大的家族背景 哦 那石破帽在这一个部分就输了嘛 那你高市早苗那就更不用输了嘛 好那所以呢高市早苗基本上大概 几率很低啦 所以目前看来就是石破帽跟小泉晋次长最有机会 好可是重点来了 小泉晋次长严格说起来 他其实就是家族在栽培的正二代 哦 那也就是说有点就是反正为延续家族的政治生命 反正就是早早就叫他出来 嗯 担任各种名义代表 可是事实上他就只是听老一辈的人的指挥 所以他自己基本上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政策 而且他这个什么政策 包含不管是政治的态度啊 或是经济各方面 他几乎都没有再发表任何意见的 嗯嗯 讲来内有点像傀儡 对我不客气的讲啊 对就是家族的 可是他说他是前环 你写的嘛 环境大臣 哎呦 因为他们家家事那么大 他要当什么有有什么困难呢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一分间你你家的亲人是当总统的 你要当个部长有那么困难吗 没有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甚至讲的时代有得有疲劳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全世界不死 想说总是有点才干吧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朱叶忠朱老师来谈一谈 谁会是日本首相的继任人选啊 是好因为按规定呢 这个自民党的总裁是9月30号是任期结束 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点选出来 好可是问题是自民党总裁我们刚还没讲完 他其实要是两阶段投票制 也就是说你第一阶段的话 你必须要能够过半 可是历来基本上都没有人第一阶段就可以胜出 所以就会进入到第二轮 好那当然最后结果必须都在9月30号以前完成 因为你9月30号就是你要接嘛 好所以呢 如果照目前看起来小泉进次郎当选的期许最高的话 他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连日本人都不知道 就更不要说我们外人了 好所以这是提醒大家地方 更糟糕的是你以为这样子就没事了吗 那你就错了 因为接下来日本国会可能要改选 因为呢这就要回到岸田了 好因为岸田之前就是因为岸田为什么要下台 因为他民调太低了 好因为他最低的时候民调低到有些媒体统计 他只有10%的民意支持度 10%耶 好那这也就算了 如果民众不支持党支持我也OK吗 问题是党也不支持他 因为呢这个岸田本身他虽然有个岸田派 可是告诉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当选 所以他原本有几个重大的派系像麻生派等等都支持他 可是他有个死对头其实就是安倍派 所以呢他就觉得安倍已经死了这么久就安倍派的这些人都还有势力 所以他就想要把安倍派给干掉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去检举安倍派的人政治现金不清不楚 哎呦哎这问题就来了没想到一去做这件事情就捅到马蜂窝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结果呢其他的派系 所有人是大家都有 对大家都一样 因为政治现金其实跟台湾很像 反正有些有公开报有些没有公开报 反正这样子一查大家通通有讲 所以呢日本法院就下令你们这些派系全部都给我解散 好这也是造成这一次为什么日本的总裁选举大爆炸 以前不会有这种事因为日本自民党他其实有六大派系 以前最多一个派系拍一个实际上也不会 因为很多派系会共退一个人 你像当初岸田大概就是三大派系共同支持他 所以基本上都要靠大家互相帮忙 只靠你自己一个派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好结果你这样子一捅了马蜂窝 所以几大派系很早就说我不会再支持你继续选了 所以这个岸田自己就知道了 民众也不辞职我党也不辞职我不如归去 所以他早早就宣布我不参选了 好这其实是没有意外的 好那可是问题是岸田当初他看到他民调很低的时候 他觉得民调低怎么办呢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就是国会改选 解散国会然后重新改选 你看之前法国不是 法国也是完整一招 对所以原本日本正常的国会改选时间是到明年10月31号 以前要完成改选 可是因为岸田已经先说了我要国会改选 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个国会改选是不是还会如原本预期的 在日期还没有定 10月或11月改选 这就不知道了 好可是更糟糕的是 不能说更糟糕更大的问题是目前日本几个民调都说了日本民众想要政党轮替 因为自民党已经执政十几年但是这几年其实表现都淋淋淋淋淋 好那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在国会改选 搞不好自民党变在野党 那不就你自民党总裁又要下台了 所以不就到时候你的首相又要换人了 因为目前这个日本目前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他的民调是赢过自民党的 那你说怎么办 那不就来告诉你你搞了半天之后最后又重新再换一次总裁 这这个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在此之前就回到我们刚前面说的 换个角度来说那也好了 就是日本当下日本央行就不会有动作 反正你政局所以就回到老板不知道是谁 所以就回归到我为什么我会推论说到12月日本央行才会再有动作 因为你接下来这几个月你就会经历这些事情 那从好的角度来说就是你这时候呢 反正你这些政治这样去搞 那反正我经济照走嘛 反正我先进国家也不太会受你这种事情影响 尤其是日本民众大家可能不知道 日本的投票率向来都非常的低 不像你看台湾的投票率动作都是七成八成 在日本呢一般全国大概投票率了不起都是五成多一点 甚至在东京都历来的投票 投票率都只有三成多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在日本很容易成为所谓的政治世家 因为讲男天眼他只要养一群人专门投票给他 他就可以延续他的政治势力 因为反对他的人都不会去投票 我只要养一批养一批靠我吃饭的人 他们一定会投我我就可以延续我家族生命 所以你看会很多日剧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好所以这就是日本当下的问题 但是站在投资的立场 我会觉得反而是好事情 不会有这些问题来干扰这个央行的政策 那反正企业也是照用做他的事情嘛 反而这段时间日本股市反而相对 我会觉得反正就回归基本面 不是说一定就特别好 就是回归基本面 好但是呢 他们两党对于民主党跟那个自民党 他们对货币政策会不一样吗 目前这个立宪民主党还不知道他们的货币政策 因为他们已经当在野党已经很久了 可是如果是日本人 他一定会希望我的货币强一点啊 可是问题这个就是两面论嘛 因为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企业是希望日币弱的 因为日本绝大部分他们这些大商社什么都是靠做出口 对那事实上他们其实都希望日币弱 但是站在日本民众因为他们很多东西要进口 那你日币弱你的进口东西就会贵 别人不说你光油就要比人家贵了嘛 那所以站在民众的立场 他是当然要希望日币强购买力强嘛 所以你说怎么办 好那事实上日本民众因为他们对政治其实很冷漠 反而是这些大商社大财团大商社去掌控这些政治人物 去影响政府的政策 所以你说接下来日元到底会怎么走 那真的就只能等一切尘埃落定了 你不觉得就是台湾人其实也跟日本的政策 其实就是日本人想的差不多耶 台湾还没有那么严重 对还没那么严重 对对对 因为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的主力 其实是科技产品 尤其是台积电嘛 台积电其实你说他的生意跟汇率有直接关系嘛 没有嘛 顶多就是影响他财报的数字嘛 你会因为今天台币很强的说 这些国际大厂都不跟台积电下单嘛 不会嘛 可是日元就不一样 你看日本有很多东西 他是要面临国际竞争的 当然他有很多很独猛很厉害的东西 这个大概就不会受汇率影响 但是一般的商品 譬如说日本的汽车 日本的服饰 日本的家电等等 你都面临很多国家的竞争 这时候汇率就会影响了 好所以说这是日本 他们接下来要去面对的 那当然站在投资的立场 我会建议说 当下其实这段时间可能要停看 今天我是没有做这个表格 但是我有记得 如果近一个月来看的话 目前基金的前十名 真的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一个大乱斗大杂烩 有债券型 我说的是不管类别前十名 有债券型基金 有货币型基金 有股票型基金 还有货币型 对 甚至连泰国基金都可以进到前十名了 当下是一个大乱斗 也就是说现在短时间你看不到主流商品 所以当下的投资 真的就是回归到你对市场的敏感度 那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我会建议停看听 多看上座